立法院朝野党团在去年为了审一例一休 民将立委苏正清甚至一度对国民党立委陈一鸣所侯 气了陈一鸣在事后对苏正清提起了伤害的告诉 不过后来在立法院长苏家全出面调停的情况之下 苏正清已经在昨天出面向陈一鸣致歉了 也承诺不再有暴力的行为 让陈一鸣同意和解 去年10月国民党立委陈一鸣跑到台北地监署 控告民进党立委苏正清意图置人于死 为了审一例一休 苏正清在未还委员会掐住陈一鸣的脖子 导致陈一鸣送医 苏正清当时也反强提告陈一鸣跳上桌推人 但事隔四个月这起互控官司却出现了转环 陈一鸣脸书21号 PO出一张与苏正清握手的大合照 当中左右见证人分别站着国民党团总招廖国栋 及立法院长苏家全 陈一鸣写道 当初为了一例一休修法问题 可以感受检察官对我们的诉讼安全都了解 停上以还我清白 由于侦查不公开 现在朝和解这条路走 毕竟冤家一节不一节 苏正清已向我道歉 希望未来立院不会再有武力相向的情况发生 但是苏委员他说是不是可以就在立法院 由这个苏院长来主持 那后来我也同意了 也签了这个和解苏 被苏委员跟他道个歉他也没有损失什么 那陈一鸣委员至少接受了这个道歉 表示他的这个互相之间 同事之间的宽容大量 我觉得这个是朝好的一个方向来走 立院朝野党团为了审一例一休 爆发的冲突不止这一桩 但出手伤人知错能改 也为理性问证立下良好示范 人性新闻综合报道